本世纪最长月全时,据报道,7月28日凌晨,全世界将有机会观赏一场特殊的月全时,这次月全时的特殊点在于,一是持续时间本世纪最长,二是天狗事月和火星冲热巧合的同时出现。 据报道,本次月全时将从28日二十二十四分发生出亏,六十十九分复原,持续时间约一小时四十四分钟,为本世纪最长,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平坚松解释,当前月球公转至远地点,公转速度降至最低,因此转入地球阴影的时间也较长。 其次,地球目前也公转至远日点,也是公转速度最慢的时候,遮挡月亮的时间较长,两相结合,造就了这次长时间的月时,月全时到来之时,月亮将变成暗红色,也就是俗称的血月,对此,平坚松解释说,月球此时位于地球阴影里,没有阳光直射,唯一的光源是通过地球大气折射的太阳光线, 在这之中,只有波长较长的红光照到月亮上面,所以反射回地球时,大家看到的就是血色月亮。 巧合的是,这次血月,是逢太阳系最壮观的行星冲日现象,火星大冲的到来。 从地球上观测,当火星和太阳分别处于地球两侧时,天文学上称为火星冲日,如果冲日时的火星,恰好位于近日点附近,就是火星大冲。 此时,火星最为接近地球,看起来会特别明亮。 天文教育专家,田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振恒表示,本次火星大冲的观测条件相对不错,火星渐渐明亮,是人们观测火星的绝佳时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